那上海復興醫藥昨天晚間是宣布了 將向台積電鴻海永齡基金會 委託這個玉利醫藥銷售 一共是1000萬劑的mRNA新冠疫苗 那等到疫苗將會被買方 捐贈於台灣疾病管制機構 用於當地來接種 那根據了解 這批疫苗 它們是來自德國原廠進口的 所以它們上面是沒有 復必泰的字樣的BNT疫苗 預計最快的話 10月會到貨 那根據了解雙方9號開始簽約 那這1000萬劑的BNT疫苗 並非是上海復興 它們現在手上握有的 復必泰字樣的3000萬劑 而是再請上海復興 向德國原廠重新進口 所以首批到貨的時間 是恐怕沒有那麼快 莫德納疫苗9號的施打人數 遠多於AZ疫苗 現在輝瑞BNT也要來了 上海復興母公司11號晚間宣布 自公司復興10頁 分別與台積電鴻海永齡基金會 以及玉立醫藥公司簽訂銷售協議 將銷售共1000萬劑新冠疫苗 將被賣方捐贈台灣機關署 用於當地接種 另外也傳出最快9月可到貨 150萬到300萬劑疫苗 10到12月每月各到貨250萬劑 其余明年第一劑送抵台灣 每季採購價格超過30美元 那一切的程序都在進行中 靜待有一個好結果 不僅如此就連後端的冷鏈措施都準備好 原本輝瑞疫苗冷凍條件需要再-70度 不過美國跟歐盟放寬保存期限2到8度 從5天拉長到一個月 物流跟保存作業難度大為降低 不過對購買BNT進度台積電回應 簽約當事人有多方正在進行簽約法定程序 一旦完備及對外公告 而鴻海則私下回覆 若有相關消息會發新聞稿 未來BNT到貨後 是否會讓12歲以下的幼童師打 指揮中心也作出回應 只有BNT能夠打12歲到18歲 那我們一定會保留給學生來打 2019年40到50歲納稅族群有153.7萬戶 50到60歲是116.6萬戶 共超過270萬戶 納稅貢獻度60.78%是最大宗 但以目前的到貨速度 以及疫苗的數量來說 40到60歲族群恐怕還是打不到 指揮中心講說疫苗夠了 每次都是黃牛 政府無能嘛 那1000萬劑疫苗都到了 普通大眾還是接種不到 納稅主力族群想打到國外疫苗 恐怕還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好 那麼對此呢 鴻海集團的創辦人郭台銘 他在12號凌晨 好 不好意思 林辰1點30分的時候 他在臉書發文是表示了 很欣慰是終於能夠給社會大眾一個交代 那已經完成了相關合約的簽署 但是現在還不能夠放鬆 因為持續還要努力來催促到貨的時間 以及爭取更快的到貨數量等等 那另外郭台銘也提到了 自從我方是提出了捐贈案之後的洽購期間 並沒有這個大陸北京當局對於這次的疫苗採購過程有任何的指導或是干涉 那他說在此是感謝能夠讓採購行為歸注於商業條件談判的本質進行 好 但是我們來關注我們的疫情啊 現在北市信義區的疫情好像相當的不樂觀了 因為單州確診人數不減反增 從9個人現在是增加到了11人 那北市的衛生局昨天就表示了 11例當中有7例他們是家戶感染 一件是家庭三人感染 另外兩件是一共4個人 他們是分租套房當中有人確診了 結果在租處是傳染給他的室友 也成為了新型態的染疫模式 台灣新宗確診又破30例 本土個案28例加境外3例 死亡4人死亡率破4.8% 確診地圖分布主要都是在北北桃生活圈 以新北市12例最多 台北市11例 桃園市有2例 連5日有確診個案 其中台北市府也公布單州確診數 4號到10號 信義區染疫人數僅次於萬華區 共11人確診 原來日前有民眾自行採檢確診 疫調發現他居住分租套房 室友金匡列採檢後也染疫 出判為類加戶感染群聚案 在微解封前夕 中台灣亮起景訊 新竹縣台中市彰化縣 各出現營利 連任零確診破功 有專家認為清零困難 病例的存在不等於正在流行 建議比照腸病毒定定流行值 眼看周二就要微解封 但中北部疫情仍然有危機 民眾個人防護還是要做好 大意不得 接著先任何志願3G小組 採訪報道 好 大家不用擔心 小攤人沒有事剛剛是卡到痰了 你們知道早上的時候還沒有開嗓 所以呢會有一下這個情況喔 所以呢美瑜感謝你的斗內 他說小攤人記得多喝水喔 邊戴口罩邊播報辛苦你了 也感謝大家的關心 小攤人真的沒事 然後呢張萬鈞的斗內 他說小攤人蠻懂足球的啊 好棒 好住過英國的人 基本上多多少少會了解一些足球啦 雖然我不太看 Ocean Tropical也是感謝你的斗內 他說小湯圓飄過咖啡廂的城堡製作人 中天的朋友們大家早安 千萬不要有Monday Blues喔 希望大家有個快樂平安喜樂的一整個星期 好 非常的感謝各位的斗內 那麼接下來我們持續來關注一下 現在中央宣布了違解封 但是幾乎全台的縣市都是逆時中 是緊急轉彎改變的措施 雙北更是連日炮轟了中央 那台北市長柯文哲 他就大罵不負責任 新北市長侯友宜更是呼籲了中央 做指引的時候要有GOTS跟承擔的勇氣 那藍燕也炮轟了 現在防疫解封根本是中央有功 地方有過 難道是暗酸陳時中沒GOTS 因為中央搞出的違解封 標準邏輯不通 被轟根本想甩鍋地方 雙北不接鍋更接連開轟 中央要拿出承擔截斷的勇氣 來面對所有升降級的規定 中央只要發布的命令 後面他都不管了 我就是這個相當不負責任 這回違解封網友炮轟 中央當官真好當都不用負責 開放出事還是掌揹鍋 中央想甩鍋 當地方看不出來嗎 算盤打錯了 現在根本是圈倒團結反中央 因為除了澎湖維持有條件餐廳內用 現在幾乎全台逆時中 中央跟地方要共同負責 對自己做的一個決定 大家都要有一個負責任的態度 去執行它 也沒有所謂的一個甩鍋的問題 如今中央地方各唱各的調 陳雪中被罵翻 藍軍怒轟 微解封根本是中央 不跟地方溝通還藏陰謀 防疫中央有權 地方有責 解封中央有攻 地方有過 表面上好像是讓地方有權去決定 但實際上是甩鍋給地方 因為他不做決策的時候 那開放下去的時候 當然他就不用負責任 萬一出了事的時候 這是一種相當不負責任的態度 中央拍板 微解封 卻看不出標準邏輯 就怕莫名要背鍋 地方一切從嚴 微解封歸零 成了偽裝版的 微解封 既然林先生 林璇璇 台北報導